夜晚的伊達紹部落 擺脫了白天的觀光人潮後 又回到了傳統的部落氛圍 族人圍桌一起 烤火 聊天 無拘無束地享受日月潭的夜晚 這個不能喝太多 不然要口雞 對啊 Miu 接下來我要請你吃我們最道地的魚 什麼魚 麒麗魚 它的名字叫Giruat 然後我們的吃法其實 第一個有用水煮的 就是醬筍 就這樣煮 用水煮 那個最方便的 用烤的比較不方便 就是因為 比如說我們早期在煮完飯以後 不是這樣這樣以火嗎 就這樣擺在上面 就溫火的部分 剩下炭的時候 對 然後這樣到第二天就輸了 就這樣我們現在可以吃的輸了 所以反而是烤到第二天再來吃 一大早當早 然後這個吃這個其實是怎麼吃 是用酥的 酥的喔 用喊 這樣而已耶 這樣就可以一瓶米酒 看你吃 真的 看你吃怎麼那麼 這麼有畫面 就是這樣而已喔 老人家喝酒 他只要一條魚 就像我這樣放著這樣 你說這樣沾著也不吃肉 那這一鍋是什麼 我看這一鍋是什麼 這醬料醬料 這個也是傳統的醬料喔 一瓶米酒 好 然後就這樣說的 不是吃它的肉喔 是吸它的醬汁而已喔 你偷咬一口也沒關係啊 對啦 把麒麗魚當湯匙就對了 對啊 不當湯匙啊 我們那個碗好了啦 好的 少竹火烤的麒麗魚啊 加上醬料 果然風味獨具啊 最重要的是 我竟然跟六個少竹的朋友 坐在一起烤火啊 全台灣的少竹人口 差不多才六百多人 這裡就佔了百分之一啊 這真是難得的緣分 對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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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啦